最早我們是從一些公家機關單位開始接觸的 譬如說台中市政府 然後台中殯儀館 然後台北市的第一殯館、第二殯儀館 還有宜蘭的園山殯儀館 從看景先找到一些比較視覺上現實的執行條件開始切入 那在這過程慢慢才開始去訪談一些其他的殯葬事業的相關員員 譬如大體化妝師 然後移體修復師 那在這過程裡面萬安生命的參與跟一些指導 開始進來以後整個資源就比較完整了 因為他們有整個殯葬相關事宜的流程的處理的方式跟知識 最後才可以結束 必須針對這個大體做一個很慎重、很穩當的處理 已經認知了我們的佛友成完成 所以來 然後去跟他們上幾堂課以後 就比較知道我們劇本想要呈現的在哪些是跟視覺 或者跟故事比較能結合的部分 對我來說最重要是跟角色的背景可以結合 讓角色的人物可以更踏實 不會讓往生者有尊嚴的告別這個世界 讓清楚在心靈上得到安慰 就是殯葬從業人員最重要的工作 我是這次負責的化妝師 謝謝你們 我覺得是最主要的一大塊是大體的修復 就是說以前我們最早看劇本還有跟那個編劇在討論 還沒開始籌備 是共同劇本角度切入的時候 我們以為台灣在這一方面 是屬於比較落後或者比較傳統的 可能因為送行者給我們的印象比較深刻 日本有一種好像很乾淨很優雅的文化 那我們從台灣的過去的刻板印象 會覺得台灣在殯葬這一塊可能處理的比較粗糙 可是在跟本老師接觸以後 我們才發現 哇台灣在遺體修復這一塊的技術 其實蠻前面的 甚至他有講到他們去日本交流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台灣的整個能力是不輸日本的 那當然只是差別也許是普及的程度 只是在最前端的那個技術面 我們可能是也有很前面的很先進的技術這樣 那像我們在上秋補課的時候 我們最早認識老師其實是一個特殊化妝的介紹 不是我們這部片會需要特殊化妝 因為他們也跟老師也在互相研究 一些特殊化妝的部分 因為老師就是在大體化妝這方面 需要特殊化妝的技術 所以這邊就很快的就接起來了 因為老師他為了執行大體化妝的工作內容 他也去學了翻模 學了假皮的製作 那那個時候我會完全非常意外說 台灣在這一塊其實非常先進 這根本是跟拍片沒兩樣 他們大體修復的技術跟拍電影是沒兩樣的 他們非常在意這些細節 然後他做出來的能力我也覺得非常細 尤其是翻模 他們用的那些器材其實是 拍戲的人都不一定會用的比較貴的比較好的器材 那只是為了讓家屬真的能感受到 就是死去的親人的最後的一面那個美好的狀態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我覺得困難的是說 哇我們在拍戲也要做到這樣的程度的時候 其實我們必須花更多時間去學 那那時候開拍的時候其實有時間上的條件的限制 所以我一直本來一直有點擔心是 我們拍的時候是不是要腦子一直跟著 才能確保我們拍攝的順利 可是後來心影跟我們道具去學了以後 他們花了心影去學了一個晚上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的道具 阿凱 他自己去學了幾次 然後就開始想辦法自己研究出一套更順暢的流程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是他自己發明了一個翻模的盒子 那那個盒子最後 陳老師那邊覺得是可以派上用場的 他還想跟他買 我自己覺得這過程是好玩的 就是說 我們的道具這樣弄一弄 好像也幫助到了 真正在業界 可以方便使用的方式 因為他們最早使用的是用那個 保利絲剪開嘛 是為了方便 然後那個道具阿凱 他做出來那個盒子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我自己覺得環保又好看 士川敬拜 我現在看到的是那個派子